有時候 中之成成是會有一個好結局 只是所謂的好到底是於誰而言呢? 這一刻恐怕沒有人有空去理會 因為大家都忙著參與第二次的不法戰爭 萬眾一心誓滅倭寇 即使是最卑微的平民 都會感受到加入第六十軍 是一件多麼榮耀和有使命感的事情 大家真的打算用血肉爭取民族解放 而被軟禁的盧漢自然不以為然 表哥的背叛固然令他心痛 更加重要的是這場戰爭 會將他過去的努力全部化為烏有 過去的同一戰線都打不贏日本人 現在憑田軍一己之力就要和整個共榮圈作對 未免是過於瘋狂 他只是希望在日本人干涉戰爭之前 高中武政府就能夠自行平定叛亂 但護國軍已經下定決心 要一舉殲滅快女政權的軍隊 護國軍在湖南大舉進攻 在剛剛好進佔長沙 完成包圍網之際 護國軍發現事情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順利 原來佔領區裡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歡迎和支持他們 親日份子有多麼可惡自然是不在話下 但很多平民都十分冷淡地去看待他們的事業 就算大家的理想是有多麼宏大 在大風向轉變之前 多數人都只會選擇勝利的一方 又或者他們只是單純地逆來信秀 不過經歷多年來的戰爭和動亂 如果我們要去譴責一群只想明節保身 正常過生活的平民 又算不算合理呢? 對於沒有那麼接受護國軍思想的人 都是要被人拉去工廠瘋狂OT 都是要在某一處被人拉成炮灰 那麼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分別 在他們心目中會不會都不是差得那麼遠呢? 當然不會有人問這些不識趣的問題 事實上的確有很多人深受外國主義的分途 全心全異地投入工廠的生產 而護國軍就繼續加緊殲滅南京政府的軍隊 卻發現改組國民政府的軍隊並沒有想像中的營約 本來高中武的傀儡政權最大的麻煩 就是在於軍隊規模被他的日本主子所限制 這一點也是田軍的優勢之處 如今龍魂卻發現高中武竟然秘密收入一支精銳部隊 事前南京並沒有可能預料到雲南的半變 這支部隊難道是高中武日後用以反抗日本主子的秘密武器? 不可能曲線救國只是這班人的藉口 再者南京派得這班精銳來打自己中國人 就一定是祖國的叛徒 湖南十幾個師被殲滅 魏政權的防守就顯得越來越艱難 而大量官員的進駐也令護國軍得以有效控制新的地區 解放陣線逐漸取得優勢 細項的劉文輝也決定正式加入護國軍 而隨著廣西的夏威參與解放中國 孫立仁也誠勢加入這股浩浩蕩蕩的風潮 與此同時日本人在華北重建華北政務委員會 雖然一眾仗士意粉填膺 但為了不讓日本人過早介入戰爭 護國軍會繼續集中在南方的戰士 啊 話是話 為何改組國民政府輸到一敗塗地 告眾武都不尋求一軍的幫助呢 一定是他太高估自己了 大漢奸遲早都會受到制裁 現在就抓住小漢奸來祭旗 至於這班人為何要做漢奸? 時問誰又會在乎這些事? 大家都將目光放在武漢易守 山西輔助以氣暗透明的新聞上 而馬家軍、新疆方面 亦都準備在日後加入抗日事業 只有西藏的達賴喇嘛 拒絕龍魂的要求 不要緊 西藏人本身的意願無關弘子 需要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是自己人 不高興的時候 他們就是非我族類的一群 只要等到時機成熟 不到他們不面對現實 回到前線 南京方面可以說是大勢已去 隨著華南和華東大片土地淪陷 南京最後都落入了護國軍手中 高仲母在被俘虜之前 就選擇自我了斷 他的意圖和想法 都只能透過後世的市家 慢慢拼湊出來 又或者更大機會 是政府會將他塑造成反面的政治符號 而當下那些什麼大東亞共運的宣傳物和銅像 自然是不容於一眾外國的護國軍士兵 在前方仗士尋在勝利的同時 後方人員卻苦惱著如何解決民眾糧食不足的問題 戰線過分急速地擴張 但士兵所需的補給卻仍然能夠維持 而犧牲的自然是一眾老百姓 更加雪上加傷的是 日本人並沒有給予護國軍船式的機會 就直接向中國宣戰 龍大瑞所做的宣戰演講 似乎都來遲了一步 北伐戰爭在這一刻已經演變成大東亞戰爭了 第三次中日戰爭 情勢都可以說是不容樂觀 但中國各個勢力再次團結一致 令戰況出現曙光 馬繼緩和蔣經國決定同一軍全面開戰 新疆的張志忠已經率部向東進發 被遠禁多年的張學良也選擇偽然參軍 而江澤民也終於找到南京的宋慶寧先生 當初正正就是他派江澤民到西南聯大協助抵抗勢力 如今他的確做到九里國家生死矣 喜恩禍福被趨之 在宋慶寧和蔣經國的影響下 國共合作相信仍然會維持到解放中國為止 就連一屆書生的劉兒良都在重建中國報業的戰場上奮鬥 中國怎會沒有希望呢 看護國軍的軍隊部署 龍魂以及輝夏的國軍將會先集中軍力進攻廣東 而葉劍英率領的中共將會防備來自西南和西北的潛在敵人 最後就是張學良 他將會帶著宋立人以及大批部隊 盡可能拖著來自北面的日軍攻勢 整場戰爭的關鍵就落在負責主動進攻的龍魂部隊 嗯…這個事件我都不讀了 隨著護國軍攻入香港 共運圈的廣東國被擊敗 在一片歡呼聲中 恐怕就沒有人會在乎林孝川和梁子這兩位平民的想法 事實上豬人到底算是甚麼呢 這裡就只有中國人 中國不需要這些純粹理智當頭的衣冠禽獸 而日本人和漢奸根本就連人都算不上 仇恨成為護國軍的武器 不過對於日本人留下的武器 他們就不存在偏見了 利用廣東國的先進裝備 護國軍得以做一件更現代化的機動部隊 然後龍魂就率步不上 只要留下一群守備部隊做海岸防衛 跟手就向北方發動總攻勢 日本人打算從各個海岸發起反攻 倒過來令他們折損大量兵力 日軍在華北節節敗退 改組政府的餘孽都總算徹底被消滅 中原已經大致光復 接下來就是更加北方的領土 即使日軍揭力作戰 但仍然難助護國軍不斷推進 日本的西北方面軍潰敗 大局已定 因此日方提出和談 希望仍然在滿洲、蒙疆和廣東一帶保留日本的控制 龍魂聽完嚇一跳 接著就得淡笑 他反過來要求日本 將所有中國宣稱的領土交出來 是的,他知道日本人不會答應 也正如他意 反正劣勢一方的是日軍 龍魂始終都會得到他想要的東西 在滿洲國遭受毀滅性的打擊之後 日本帝國終於都願意交出所有中國宣稱的領土 這次護國軍恐怕就沒有拒絕的理由 儘管不少人都想向日本帝國的本土復仇 但欠缺現代化的海軍力量 都令這一切變成空谭 更加重要的是 日本就算在戰爭中再怎麼失利 他仍然是一個擁有合武的列強 是時候結束戰爭了 庫葉島和台灣的問題 然後處理 對雙方都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結果 總算大家都贏了 儘管很多人都渴望勝利 但當勝利真正來臨的時候 卻有點難以自信的感覺 曾經的超級大國戰敗 百年國此結束 無疑是多年來有子之事 渴望見到的光景 而龍魂也終於見證到這一刻 他總算可以安心回到他的家鄉 和盧漢見上一面 一個懺悔一個寬恕 足以讓兩人重修夠好 當他得知盧漢不會再受到厄哀的刑罰 還遇到放下心頭大石 如果沒有解放中國 保護表弟等等的目標 也許龍魂的身體 早在幾年前就已經捱不下去 這位雲南王其實早已病入高坊 隨著一句簡單的道別 龍大元帥與世長遲 他所留下的 是一個從日本帝國解放的新國家 正是春風在道山海關 這一刻大家都正為龍魂的死而哀悼 另一方面 龍大帥生前曾經說過 要將政府權力交給民官體系 但議會入面大家國懷鬼胎 又豈是這麼容易就找到一個 可以震得住各方勢力的人物呢? 突然間有人提出應該要由宣科繼任總統 國父孫中山長子的光環 出任過國民政府要職 都令他成為各方相對能夠接受的人物 於是宋希臉去信邀請宣科回國 而原本流氓美國的宣科也因言同意 宣科知道他得以擔此要職 並非因為他的能力出眾 而是因為他的血統 但正正就是這一股的凝聚力 他打算以此團結新生的中國 令中國走向繁榮 實現中國應得的自由 與此同時 張學良打算將國民革命軍交付給孫立人 令軍隊服務於國家 而並非服務於單一的獨裁者 自己也終於可以放下少帥這個稱號 靜靜地返回家鄉 安享晚年 而劉兒良也沒有因為戰爭結束 而停下他的步伐 他打算參與公職 確保民主長傳中國 而蔣家兄弟也得以重逢 大部分人都找到他們渴望的歸宿 那算不算是一個好結局呢? 如果人民沒有自由 沒有選舉自由 參與民主執政的自由 不受政治壓迫和審查的自由 解放又有什麼用呢? 如果人民眼見國家繁榮昌盛 自己卻未能享受繁榮的成果 那這一切又有什麼意思呢? 從解放戰爭中 護國軍有時都跟以前的盧漢一樣 佛氏、慶氏、甚至是鄙視很多人和氏 當然在非常時期 要當事人做事做到十全十美、綿綿俱原 固然是過於苛求 但若旁觀者、後世的人 再觀察這段歷史的時候 繼續忽略他們覺得可以忽略的人 繼續沿用類似的價值觀去反思 以及塑造他們之後的世界觀 即使國家免於他國的侵佔 解放者也一樣可以是另一個暴君 壓迫或會以另一個方式存在 只是被壓迫的對象轉變了 更有心者可能僅僅只有壓迫者 變成另一個人 即使故事的主人翁在個人層面上得到了一個好結局 但這些是否大家心中渴求的勝利呢? 我想就不如先就此作結了 故事一日未寫下去 一日都很難可以下到定論 去到最後 地方勢力、國共之間仍然存在暗涌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一班手握軍權 沒有經歷過議會傳統的中國人 是很難可以做到真正尊重民主和憲法 但終歸都只是一個想像了 我都希望至少在遊戲中 故事後續的中國人就不要再做錯決定了 好了,說回換後感 新版雲南的故事真的好看很多 舊版我純粹是看著一個瘋子發瘋 新版就真的有一種 師兄弟歸位斷結一致共亢暴政的感覺 最後又可以給BBQ Ending 劇情是正的 大東亞戰爭都真的終於像大東亞戰爭 而不是護國軍一個打完全部 至於應不應該妥協 我就沒有興趣去討論太多 因為我覺得在故事中 兩邊的人都需要存在 反而在剛剛尾段那堆廢話 其實我也有想過這樣說 未必每個人都會喜歡 但我會在想 如果寫文本的人 單單只是想大家感受 復仇、光復國家的爽快感 其實他是不需要在你打爆敵人的時候 寫一些那麼反高潮的東西 去說你解放國家的時候 有多少人同時都是受苦 或者有哪些人是維護國軍所不容 結局也不用長篇大論 去寫一堆那麼理想主義的東西 這是我的個人換後感 我見到有朋友說我是做解說影片 我就其實有一點點心虛 因為我感受到理解到的故事 都僅僅只是從我個人 由換歷程中得回來 如果你有其他心得 有興趣的都不妨分享一下 那就這樣吧 好嗎? 我下條真的做一條輕鬆點的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